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6月21日 今天是星期二 我們今天來到星期二 我上星期就缺席直播 今個星期就會在這 所以大家注意 今晚 星期二香港時間 晚上8點 我們就會有直播節目 記得大家留意 好 這節想跟大家說 本來 昨天 我們英國時間做了一節突發 就是這個 珍寶海先芳 已經被宣告 下沉了 下沉沒了 整件事 我們第一時間也在說 非常之可疑 想不到 真的有越來越多的資料顯示 整件案件 就是刻意人為 疑點越來越多 所以 忍不住 一定要再說 因為整件事 實在太離譜 整隻 珍寶海先芳 簡直是被消失了 這一節 記者也追查就是珍寶海先芳到底 在甚麼地方沉沒呢 大家都知道 其實 就是船隻 有系統 好像 跟飛機一樣 其實你能夠 搜查 當時的航道 到底 在哪裏 所謂出事 這次這宗案件 最奇怪的地方 就是相關的船隻 聲稱將他搬去 南海的船隻 那個船隻 相當之神秘 他的航道 相當之神秘 想翻查他的相關資料 你會發現就是一點也不容易 所以我們這節再來就是踢爆了 這個珍寶海先芳 一定是背後就是有陰謀 我們詳細分析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在這裏誠意邀請 經濟能力許可的聽眾 希望你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付費支持我們 我們這裏誠意邀請所有的聽眾 無論是新聽眾還是舊聽眾 請你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不需要付出 不需要付出金錢代價 只需要做一點點事 打開節目的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發 例如你聽到這一節 打開節目清單 在另一個視窗 你按了沒有聲音 就可以欣賞播放 繼續讓他自己播放 希望大家就可以支持 繼續和大家 追查這個案件 我發現 香港對於這件事相當熱烈 對於這件事 似乎大家 對他的感情相當之豐富 又對於 他的下場 和下落 真的可以說 就是看不過眼 明明 就是可以有其他方式處理 偏偏 擁有他的人 就是用盡一切辦法 直接要把他擊沉 擁有他的人 為了節省成本 真的可以說得上是無所不用其極 這個不用說了 就是香港仔飲食集團 忽然之間 說在 南海西沙群島附近 遇到風浪 跟著就是入水 到最終 就是救不到 跟著 就沉沒了 立即告訴你 事發地點 水深有多深 他可以立即知道 我上一次 說突發的時候 都已經跟大家說了 大家一聽就知道 整件事相當之有可疑 跟著 就是第一個出來貓哭老鼠的也是個集團 本身 所以 跟所有的凶案一樣 第一個告訴你 發現案件 發現了死者的時候 第一個發言人 其實 嚴疑是相當相當之大 看看當時的天氣 正正反駁了 香港仔飲食集團的說法 當時 華南海域天氣報告 發現 在西沙 群島一帶 就是吹著 輕微 和和緩的南風 風浪勢 而且當時基本上沒有任何的風雨 簡單來說 當時 天氣狀況 相當之良好 所以根本就不存在 香港仔飲食集團發的聲明 所描述的內容 說在西沙群島附近 遇到風浪 然後船身入水 所以 再一次說 這個 第一個報告這件事的人 相當之可疑 他說的證供基本上 跟事實 完全不符 再追查下去 就會發現 整件事真的似乎是 有更加多的迷脫 似乎 跟他被計劃好 就是有關 這個就是前蘋果的記者做了一些調查功夫 看看 當日傳媒拍攝的影片 真寶海鮮方拖離開 香港的時候 當日 出現了兩艘拖船 一艘叫做潤富 一艘叫做潤威 負責 將 這艘 真寶海鮮方 拖離開香港仔 在 旁邊也有標示著 潤里海士 的 護航船 在旁邊就是護航 所以 似乎 將這個 珍寶海鮮方 拖離開南海的 正正就是這間公司 叫做潤里海士 上面所說的船隻 潤富和潤威 就是這間潤里海士 的船隊 那麼 當時 珍寶海鮮方 就是在他的 附近 就是這兩艘船 就是剛才所說的 潤威 潤富 潤威 就是一艘1993年的船隻 全長應該是23.7米 潤富 大隻 那就是 一隻 比較新的船 2020年 長的就是25.99米 這兩隻就應該就是 負責拖珍寶海鮮方 離開香港的船隻 這裏也要說 這個船隻 大家都知道跟飛機相當之類似 其實他們是有這個 自動的識別系統 船隻的版本 就叫做AIS 簡單來說 跟雷達有甚麼分別呢 雷達就是你去找他 你發射雷達電波 找回對方 自動識別系統 就不用你發射 雷達的訊號來找我了 我自動把我的 座標 告訴就是控制塔支 有甚麼用途呢 就是跟交通管理有關 主動 告訴控制塔支 我是甚麼船隻 我現在的位置方向 還有我去哪裏 這些 對於處理航海上的交通 避免發生碰撞 大家在圖上可以輕易看到附近 有甚麼船隻 向甚麼方位進發 所以這個 系統本身就是 就是這樣用 所以飛機 類似也是這樣的情況 飛機的系統 就是要給大家知道 飛機在甚麼位置 有多高 飛機在甚麼方向 速度等等的數據 奇怪的事就來了 原來 然後我們 查回Maring Traffic Maring Traffic 就是記錄了AIS系統 船隻的移動資料 根據資料 明明是6月14日 就是這個 真寶海先方 就是這隻船 就是拖走了 如果根據 14日當日 就找到一隻船 叫做New Legend 17 那麼 就跟潤里裏面的船隊 有一隻船叫做新里程 17 名字 以及 資料就是文俠 但是這隻新里程17 就是一隻很小的船 只有船長 13.4米而已 而他的馬力 就是250乘2 即是500匹馬力 之前說過兩隻 一隻是潤里 一隻是潤威 馬力相差甚遠 潤威馬力是940匹 而這個潤婦 就是1200匹 換句話說 負責拖船的 應該就是潤威或者潤婦 新里程17 應該是充當護衛艦的角色 在旁邊就是負責護航 奇怪的事就來了 潤婦和潤威這兩隻船 翻查6月14日 航程資料 你會發現無論如何找到 都找不到這兩隻船 反而 就只找到新里程17 新里程17的情況也相當奇怪 新里程17 就是在Marwin Traffic那裏顯示 在14日的時候 晚上10點半 從香港仔避風塘 洗去觀塘 以及將軍澳 換句話說 應該掌握著 珍寶海鮮方在哪裏失蹤 應該跟這隻 新里程17有相當大的關係 謎團和疑點就出現了 新里程17 理論上應該就不是用來拖這個 珍寶海鮮方 應該拖珍寶海鮮方 就是應該另外那兩隻船 潤婦和潤威 但是潤婦和潤威 偏偏在6月14日的時候 他的航海資料就是失蹤 當然 就不關Marwin Traffic事 因為他 提供實時的關於 那些識別系統 船隻 提供的資料 大家收集到 大家互相通報 這是自個識別系統 但是一個情況 就是那些船隻 的資料可以不出現 其實 也一點也不複雜 簡單來說 如果那隻船 故意把自我識別系統 關閉的話 相關的資料就會沒有了 相同的情況 其實發生過在大陸 我們很多個月之前也跟大家說過了 就是看Marwin Traffic 忽然之間有大量的中國船隻 消失 當時就是 2021年的11月 當時的報導 就說中國大陸的水域 忽然之間居然有90%的船隻訊號 就是消失 其實 當時就已經知道了 跟這個 就是中共推出的法例 是有關 因為 那個叫做過資法 過資法就是個人信息保護法 限制中國大陸 對外的資料洩露 所以 當時為什麼會有90%的船隻 忽然之間消失呢 所以當時 中國大陸的船隻消失 正正是因為 他們關閉了AIS系統 所以我們大膽綜合了所有資料 那麼 案件似乎就跟真相相當接近了 似乎這兩艘船 潤富和潤威 當日 就是在這個 關閉了AIS系統 似乎這兩艘船 就是負責把這艘珍寶海先芳 帶去南海 所以換句話說 只要調查這兩艘船 就知道當時 真真正正 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當然也可以大膽做推測 當時 一早已經有珍寶海先芳 在南海沉沒的劇本 一早已經預備好了 所以 相關的船隻 相關的拖船 當日6月14日的航程資料 全部失蹤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兩艘船 要做的事就是負責做dirty job 所以 他們的行蹤越神秘越好 現在 這個推測 全部都是根據今天擁有的 公開資料 做的推測 不過我們相信 我們跟事件的真相已經走近了一步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講到這裡